大家好,下期中醫生活封面有我羅啟浩,跟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我的恐懼和害羞、濕疹,變成我從小到大都不喜歡做運動 我記得我小時候,小學時我有學網球 但我一個小時內,應該是我勾痕時多於打球 因為烈日當空,出汗又熱,我受不了不勾痕 所以我養成了我真的不喜歡做運動 但人越大,尤其是入了這一行 我變成身形是很重要的,要保持住 吃東西方面,我都盡量是很健康的 要均衡,有菜、午菊、肉、水果 但是睡眠的習慣,我還在習慣 因為這一行,時間很不定 所以,我很多時候很晚睡 但我都盡量保持一個健康的生活 我想鼓勵大家,好像我一樣有濕疹的朋友 其實濕疹是可以找很多不同的方法去醫治 只要你找到你的方法 幫到你的方法 只要你找到適合你的方法去醫治 以及繼續去不理世俗的眼光 去發揮你自己的才華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價值 知道更多健康提示 請留意中醫生活和Live News 再見